欢迎收看新闻安居 我是徐慧 首先来看的是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小涨最高来到9059点 之后涨幅收链呈现了上下震荡的小涨格局 至于焦点股方面 亚太电信确定与鸿海结清 上演了庆祝行情 股价一开盘就涨停 而鸿海则是开盘小涨之后转为小幅下跌 中厂大盘收在9055.29点 上涨19.17点 成交金额826.05亿元 会市方面 新台币对美元 五盘再收30.113元 升值4.7分 台北外汇成交金额4.84亿美元 中央大学公布了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调查总数为85.59点 创下了历史第四高 并且也是33个月以来的新高 比4月上升了1.86点 而且六项指标全部上升 其中以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上升最多 代表了景气明显的复苏 再来看的是台北捷运发生了随机杀人事件 到今天是受害者的头期 台北捷运在今天下午4点26分 也就是事发时间会在全线月台上面489个电视 播放黑底字卡为罹难者默哀五分钟 而下午4点到8点江子翠站的外面 也将会举办音乐烛光追思会 另外三个宗教团体主动表示希望能为罹难者尽一份心力 包括了慈悸基金会 平主教台北总教会 还有基督教的灵良堂 一起来为罹难者和通勤旅客抚平伤痛 台湾旅行团在福建张州发生了旅行车坠 将意外造成了6人死亡 1人失踪 而今天上午7点30分找到了疑似是最后一名失踪者 同许阿孝的女性遗体 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浸泡在溪水当中 无法直接的辨识身份 必须等待DNA鉴定 国防局表示是否为同许阿孝 下午就能够确定 而目前仍然有三名临难团圆的遗体 在大陆等待火化和确认身份 立法院院会今天针对了NCC委员人士同意权投票 被提名人陈毅明 温国军和杜振华 三个人都获得了同意 任命为NCC委员 再来看的是学院领袖陈毅廷和林非凡的7人 被苗栗地监署起诉 指控他们因为大浦案的抗争活动 涉及了妨害公务 伤害 以及公然侮辱和违反集会游行法 苗栗地监地方法院今天开了第一次的准备庭 大浦案拆迁户的张森文的遗孀彭秀春等人到场申源 而陈毅廷 林非凡等人在法庭上面仍然是坚持无罪 事实上并不是我刻意丢钱在先 而是刘正宏强闯林堂在先 而事实上这样的作为只是一个正当的防卫 我们希望帮子刘正宏 不要辖这个好公务之名 使他去践踏上家之事 你今天愿意面对你之前所见的